健保2015年推动居家医疗照护服务 今年事办在宅急症照护计划 让病患留在原来的居住地照护 减轻病人往返医院及照护负担 实现在地安养无忧向晚的目标 如果你的你自己将来重病或者末期的时候 你希望在医院照护还是要在家里照护 有六成的人说我想在医院照护 但是你永远要再问第二个问题 假设你有一个医疗医护团队到家里去看你 照顾你那你要不要改变 80%都要回家了 台湾真正要称为健康大国 就是要成为一个符合民众需求的照护体系 要实现Health for All的愿景 必须结合社区资源 整合长照与医疗照护 健保署积极推动在宅急症照护计划 号召全台的专业医疗团队 让每个家庭都能在家中享受安全与健康的照护 为了让急症照护也能够在社区在家里面得到照护 所以我们在今年7月1号开始推动了在宅的急症照护 又称为在家住院 那么包含说如何去整合照顾人力 运用社区的资源 如何跟长照的衔接 还有相关的远距设备的使用等等 那么透过今天的研讨会 也达到了互相交流学习的目的 在社区里面单打读作是一定行不通的 你会需要很多的资源 我们算是帮大家串起来的 因为我们的诊所的最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是专职在做居家医疗的诊所 就是我们坐在宅是我们有累积了五六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诊所跟居家护育所的合作上就很快 那当中还会串联社区药局 我们是厨房间是厨房 它会提供我们的药品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购买很多的行动装置 因为到居家现场 它就需要很多的科技产品 不论插音波、心电图、X光机 或是那些快速的解键设备 那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补上来了 那再来就是所有的医疗 大家要跟上这个角度 居家住院政策的推动 不但协助病人或家属 减轻照护负荷与经济重担 并获得有品质的健康照护 像爸爸之前八月份住院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全家就乱成一团 比如说像我自己本身要上班 那我又有三个小孩 可能要照顾小孩 然后要照顾爸爸 那有时候要请假 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 大家都要轮流去请假来去照顾爸爸 对我们来讲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居家住院这一个政策 其实解决了我们这方面的很大的困扰 我感动就是说他们服务的团队很清晰 有时候有什么事情都一声就是给我们翻译 让我们家属有心理的准备 这是最好的这种给他们的团队最好的地方 最需要就是说要提供 我们让所有的我们这些八岁都知道 有这种的侯母 有这种性格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 是我们可以让整个护理的那个人性啊 关怀啊 就是在这里面也跟家属做一些串言 会让整件事情在处理起来 好像就是让家属感受到一种有专业 然后又有温度的感觉 这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会让我想要持续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台湾的医疗整合性服务走在世界的前端 在宅急症照护计划是台湾医疗服务的重要里程碑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健保署将会更加速推动整合照护 将科技运用于医疗服务打造健康台湾 在接下来我们会透过这个已经的既有的经验 分享让更多的团队加入扩大这个服务的量能 那也把服务的对象从现在的感染症 可能会继续扩充到其他的 比如说安宁疗户 还有其他的这个重症 在家的这些重症的病人 那么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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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